中国我所才去方 中国领事馆就是个瓶子 已经多少诈骗电话来自中国领事馆 一个首相不生其劳 拿起电话 喂 先生 御师 我是中国领事馆 你是不是叫张克宜 你是不是叫乙商党 难道你没有罢柄 能够在中国政府的受理 你闹去的父母就是能知得相 公安右船不让你愈进回家堂王 拿钱消灾吧 举此类的威胁空下 只要大宽交险到我们的掌赏案 暴力平安打击 一切无恙 时间已久 生命狼藉 一只中国领事馆 就辞了瓶子们的代名词 于是警告朋友家人 千万不要掉进中国 与中国领事馆的险阱深坑里 进防首篇上当 如果领事馆代表中国 为什么首十五斗防人直流 与此猖獗 恶不惯一惯 能跑到海外了 还不得清津执宅 中国瓶子无怨覆乖 美国 英国 俄本 多国 废吉 直离 建博宅 全世界已被他攻险斩领 如果大到动物园 猴子能够解听 又会偏走香蕉一拳 或把梦后怂伤 一个我真心情愚闷 碌碌挂欢之时 砸碟莲花 就像不停 我抓起电话 就是一通好码 中国领事馆 我超力量 我已被骗得破产了 为什么骗子全来自利门拿 又能叫我一招 午须升旗 瑕疵点花大雨 比较把老达的名字 看他们这么回答